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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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日文必答》的環節 這次嘉賓來邀請Anno 幫我們解答家庭觀眾的故事問題 Anno 你好 Anno 你好 先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接通了有林先生 林先生 你好 Hello 林先生 是 林先生可能就剛剛走開了電話 但我們知道林先生 喂 Hello 是否林先生 邱小姐 是的 邱小姐 你好 邱小姐 你好 早安 想問哪隻股份 我想請問三次股票都沒有貨 沒有問題 首先想問中二和九四一 我之前那一陣子九十元入了 那一陣子九十元入了 現在有沒有機會落到接近九十元呢 那隻二三八二 未要貨的 他現在正在調整 調整夠尾 應該買的時間 哪個位置買呢 還有那隻中銀 我打算這隻是駕長線的 因爲是舉式高 要買的時間 這部署呢 麻煩兩位 好啊 我們先看看九四一 九四一 其實之前 邱小姐都做了對的部署 他在九十元買了 然後呢 在高位就放了 中國移動 現在的股價是來到九十五.05 那現在還有沒有機會回到九十元 再讓他回到那個波幅去走呢 始終我看 如果中移動落到九十元 都調整整五六個巴仙 我覺得這個機會不是非常之大 那我看回到 但是這些位置 可以等他調整一下 做個調整 近期來說港股強勢 很多藍炒都炒起來了 那很多消息都說 都跟北瑞有些相關的關係 但我都相信 中移動對於內地資金來說 未必說真的那麼受歡迎 始終內地這些電訊營運商 就相對地不是資金熱炒的主要對象 所以說中移動短期的股價來說 可能會稍為做個調整 但是調整得幾多 看回技術走勢 技術走勢現階段 跌到一條比較關鍵的中期上升軌 如果以後市來說 真的正式跌穿九十五元 穿了這條中期的上升軌 調整幅度可能會深一點 但是你說會不會落回九十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相對地比較困難 如果你想買回 我會建議在九十二元這些位置去買回 在九十二元這些位置買 就以分八十六元作為一個中線的止洩位 至於中移動中線的目標 我覺得有條件我分一百元以上 明白 另一隻股份是二三八二順域光學 看到順域光學之前的聲勢太凌厲 可能因為近來都有回吐壓力 而且在今天稍後的時間 美國那邊都會公佈新iPhone Anno這隻股份未有貨 建議它做一個短線的部署 還是應該怎樣做好呢 其實對於順域光學或者水星科技等等 我覺得iPhone這些相關的因素 對它來說影響不大 以順域光學為例 最主要近期股價不斷地上升 大家都是衝勁可能VR這些相關的發展上面 事實上iPhone的貢獻 或者對它來的幫助 不會非常之大 但之前升了那麼多 從技術走勢上面見到 股價剛剛開始跌穿條十天線 論估值順域光學真的一點都不劈 所以如果真的稍微出現一個技術調整 回調多一點一點都不足夠 我會建議下回到 可能股價有機會跌穿二十天線 下回到之前等八月份這些低位 可能例如三十八元留下 才開始去買 最好以一個分駐吸納的策略 始終在股值上 真的相對比較貴 所以股價真的出現調整 調整幾深是很難去預測 所以我覺得三十八元這些位置留下 去分駐吸納的 以大約是三十四元這些位置 作為一個中線的止洩位 不穿三十四元 中線目標可以看到四十五元 在你的水平 優小姐是否還有第三隻股份 中銀香港 中銀香港 我記得了 他就說息比較高些 都見到其實中銀香港公佈了業績之後 股價是不斷向好 現在都再是破頂的 見過二十八個四的高位 這次連同一個特別息的 而且是挺高的 不過都要留意一下 南銀商銀行那方面的收入是one-off 即是特別息也是第一次 未必每次都有 如果你想長線收回息的話 你建議去什麼價位去保留 其實長線或中長線角度 反而我會反過來 中銀香港會小心一點 短線角度上 因為南銀商相關的一次性因素 派出特別息 都令到股價是受到追捧 因為本身這些香港的銀行股 息率本身已經吸引 再加上特別息 短線來說 受到資金的追捧 從短線角度上看 中銀香港有機會試回三十元 這些位置都不奇怪 但是你說說 反而中長線角度上看 我反而是會看得比較審慎的 因為最主要原因就是 其實你看看今次的中期業息 除了特別息這些一次性相關的因素之外 其實中期的核心盈利上面 表現相對比較疲弱 現階段本港的經濟又不是太理想 內地的業務 反而拖累到中銀香港 可能做得相對沒有那麼理想 所以說其實現階段來說 香港的銀行是欠缺一些盈利增長動力在 未來美國也有機會加息等等 加息會不會對它來說構成一個負面的因素 這個仍然有待觀察 所以從中長線角度 我反而看得比較審慎 我覺得風險因素相對會比較多 但是始終如果從短線角度上看 我正如之前所說 股價現階段的上升勢頭非常強勁 不斷創一年內的新高 即是52周高位 不斷地去尋頂 我覺得短期來說 出現調整的機會不是太大 所以反而反過來 這隻我會建議做一些短炒的部署 如果$28這些位置 可以考慮去賣 在$28這些位置賣入 目標看回$30這些水平 至於指洩位我會設定近一點 可能大概是10天線 $27這些位置 明白 多謝優小姐的查詢 這個時間我們來聽聽另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接通了有李小姐 李小姐你好 早晨兩位主持人 我想問一隻$1560 我昨天$2多買了 我想問他想不想看到 2.7、2.8的位置 即是以前那些高位 如果想不到應該哪個位置走呢 那我又想問一隻$902 我4.83買的 我想問你他想不想到 5.2的位置 還有那隻$857 我昨天愚蠢蠢地買了 5.2、6買了 我覺得他又好像不行 那其實上哪個位置要走呢 拜拜 好啊 問題都比較多 我們逐隻來吧 先看看就是$1560 星星地產 看到星星地產的逃途走勢 非常之不好 就是拋物線這樣向下跌 不過昨天就有一支大陽燭升了上來 然後也看到吸引了李小姐 在$2多的水平進去 這個股價就有回套的壓力 跌到$2到$2.26 他又想問星星地產 這隻是做一個本地工廈發展商的股份 接下來有沒有機會上回$2.6 $2.7這些水平 如果不是的話 你建議去什麼價位呢 就要減持嗎 始終股價 昨天看到一個明顯抽升的跡象 我覺得始終都是一些資金炒作為主 升升地產 除了共進基本因素上 現階段市值上 都非常小 都是5億港元左右 不排除特別有消息 好像相關這些地產行業上面 美國的低息政策等等 可能會有機會有些炒作在 但是昨天升了這麼多的情況下 後市我都不會看得非常非常樂觀 從圖表走勢上面看回 看到股價近期有個突破的跡著 重結10天、20天線 短期來說 比較關鍵的阻力位 2.3這些位置是值得關注的 如果能夠突破2.3這些位置之後 有機會可以試回2.5這些阻力位 但是我覺得後市來說 最關鍵的 看回20天線 2.1.5這些位置 不穿2.1.5 可以繼續向上望 突破2.3這些位置之後 正如之前所說 可以考回2.4、2.5這些位置 去顧出獲利 好啊 另一隻就是902 華能國際電力 這隻股份就是煤電股 火電股 今天的股價是偏遠 在做4.97 它有4.83 其實有些利潤 這隻股份 Anno建議 它如何去做回補助 仍然看法是比較審慎 但正如之前所說 這個問題好像 有沒有機會試回5.2 就未必說完全不可能 始終近期來說 內地這些相關的電力板塊 或者能源板塊上面 都見到有些回暖少少的跡象在 但是最主要都是一些資金炒作為主 特別說 H股差價等等這些因素 都是其中一個原因 但是 始終基本因素是弱 我看法都是比較審慎 從技術走勢上面看回 雖然近期來說 股價有個轉好回的勢頭在 但是8月份高位的阻力位 即是5.1毫升這些位置 能否突破 我覺得相對地比較困難 所以暫時來說 我建議可以繼續向上望 但是去到5.2 我覺得就未必那麼容易 所以我建議 暫時可以繼續向上望 等股價升到5.1 樓上這些位置 才考慮去減次 好啊明白 因為節目時間有限的關係 李小姐還有一隻 8.5.7 我們要留下一節 由郭Sir代為解答 這節的嘉賓 Arnold也為你做新報 剛才提到的股份請問 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 謝謝你的分析 休息一會兒 進來有多一節的問答環節 我們待會再見